有人认为 发梦是灵魂离开身体 去看这个世界 又有人认为 发梦是看着平衡时空的另一个自己 更有人认为 发梦是预知未来将会发生的事 你们的梦又代表些什么呢 梦倒梦泥坦 一一都可以帮你解答 我们的嘉宾未出现 但也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之前也透露了一些 在我的社交媒体的平台 就是关于一个令我 我觉得走入身心灵系统 打底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的打底可能是述素 有些人的打底可能是 因为家里有人离世 可能他由生死教育 走入身心灵系统 又或者有些人是好奇的 就是失戀 走去学一下塔罗牌 或者近年很流行的 AR 即是Arkashic Record 或者是你学习SRT 其实学习什么都好 都是一个契机 一个缘分 或者是你本身的 兴趣嗜好 令你走入这个 生命里面 除了可见的元素 实在有太多不可见的元素 例如潘聪 走入鬼域 也是一个让他信任 这个世界有些东西 是科学以外 科学真的解释不到 或者逻辑真的无法理解 一些不同的法门 其实我自己的身心灵系统 除了遇到一些因人 令我开启我这个门的人 之外 其实这个系统 或者这个课程 都是令我人生 打好一个新心灵基础 这个基础很重要 如果基础是一些旁左道 或者是一些不中正的学说 或者是一些无法 令你理解生命的契机 可能有些人就是 蜻蜓碰水色 碰碰碰碰 然后就走了 我想你生命中 总会遇到一些 这样的同学 或者这样的朋友 或者这样的人 在这个路上 学了两个课程 我们相遇 我们可能很多起起跌跌 但最后他很快便会离开 用他的方法 可能他忙于关系 忙于赚钱 忙于他自己另一套的生生活 但我今天想分享这件事 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而里面我也有缘分认识到 这个导师 即是他在香港 他是一个首扮人 我们看看他的课程有多浮夸 这几张照片 没有我份 但有一些很多 都是我认识的同学 在课室上课 就是这么震撼 塞满了人 很有趣的 你留意一下 这张照片的右下角 还是你的左下角 有一个师傅 师傅都来上课 我觉得是不少的 难得这个课程的开放度很高 有很多的台湾 或者国内的师傅 都会来上课法门的课程 中间光头的四眼 这个傻佬 就是这个课程引入香港的 其中一个课程的老板 或者是他为眼色英雄 就把这个课程带来香港 为及了很多 我相信学过的人 都会知道他的威力 我们又看看他另外的照片 很夸张 我们上课堂 这里也不知道有没有一半人 很鼎盛的时候 是千千声 包了人家几间酒店 很浮夸 就像你在Netflix 可能你现在看到 Tony Robbins的一些课程 好像开个红馆 那么大 是会帮到这么多人 我想说 很疯狂 很广传 当然 疫症也没办法 这些都是一些旧照片 我再看看他教课 如果你眼里 有印象的 其实我邀请过这位朋友 这位导师 他也是一个 九型人格的 很著名的导师 我也是跟他学的 九型人格 初阶进阶 就是范慧东先生 今天想介绍的系统 我们简称三个英文字 叫做POV Peter的P 接着OV 它里面 其实英文的翻译 就叫做Psychology of Vision 有些同学一听到英文 就说很头晕 你不要跟我说 它有些翻译有的改动 之前我们一直都叫做 愿景心理学 但它不是心理学那么简单 但是又结合了一些 有些简单的心理学的知识 而那些知识 表面上就是一些知识 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做 经历一些心理状况 而这个课程的 因为它长 它不是两天完成的课程 我应该经历了 我们以前的系统 是有百天毕业生 即是一百日 你想想有些人想一百天 他就会成为一个训练 一个最基础的训练 去服务这个系统 因为通常很喜欢 或者你自己在这个系统 得到很多疗愈 你就会很想服务这个社群 那我看看范慧东先生 在身处台湾的范慧东先生 出现了吗 我们就等他 我们就继续讲述这个课程 我自己的分享 我自己最多的学习 我自己走入这个课程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中 总会有一些阻碍 我自己第一个最大的阻碍 就是生命中 有些人的离开 即是死亡 也有些关于 可能是情感的失落 觉得有时去到某些瓶颈的位置 人生是不是这些时候我想要的呢 为什么社会告诉我 你多少岁要做什么 多少岁要做什么 那条方法 不是我想要的 总会走到这样的位置 当你走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问自己 我错失了些什么 或者为什么我和人的关系永远重复 一样就是 我得到某些东西 但我不快乐 或者我不想跟人的步伐 整个世界都是这样跟我说 但我觉得生命不是这样走 甚至很多时候 你开始发现 有些重复的问题 例如被骗的继续被骗 被出卖的继续被出卖 隐藏的继续被隐藏 不开心的就重复 重复到一个位置 是你没有办法用你的所谓的逻辑 你小时候学的所谓的教育 所有的状况去回答你自己 那你就会开始走进去 一些不同的法门或系统 无论是什么法门或系统 都是一个机遇 巴夏老师Bashar 经常说 这个世界没有错误的旅程 他说得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错误的旅程 其实都是反映 你究竟要走一条什么路 你的频率如何 你亦会吸引如何的人事物 在你的生命出现 没有错误的频率 只是有当下的频率 当刻的频率 而这个频率 就会吸引人 我相信我当时进入这个课程的频率 一定是一个很低频的状态 低到我觉得不行 就行了 我自己和自己说 我看着很喜欢的朋友 真的病到血肉模糊 他好像仿佛得到很多东西 钱得到 开心快乐得到 但人生不愉快 到了病 你就会开始看很多不同宗教的书 找很多不同的人 究竟人生发生了什么事 就会开始去找答案 看看范慧东先生我们的嘉宾 究竟出现了什么状况 范慧东现在一直在找你 什么事不打来 但不要紧 我先继续分享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穿越 很多时候我们会继续在某一个位置 例如是 人生是否只有一条路走 以及走到很多困境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找 POV即远景心理学 其实是一个什么系统 远景心理学中 包含了一个三角形的系统 一个系统 我们围着这个三角形 去看我们整个人生 总之将我们人 分开很多阶段 一开始的时候 即是刚刚出生 出生的时候 你是比较脆弱的位置 在很脆弱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呢 例如是 我发觉 我想做任何东西 其实你是没有能力 为什么 你没有经济能力 你没有人生的可能性 你没有可能性 为什么 你所有东西都要依赖人 我们过了这个依赖的阶段 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 开始有一个叫做独立期 我们在POV这个系统 会每一个时期去走 看看我们每个问题 卡在哪个位置 究竟他们会知道 透过你现在的状态 你的问题 去看看 我们走到独立期 独立期是什么意思 走到三角形的顶端 就是关于人生 走到某个位置 你就会发现 你开始可以有 经济独立的能力 可以有 脱离家庭的能力 你就会开始走另一个阶段 就是叫做独立期 如果很多人生 在童年的时候 很痛苦的人 他们就会开始 在独立期的时候 一声嫁了他 一声离家出走 一声离家出走 去到另一个地方 有些契机 就会失去家庭 对自己的束缺 去到很独立 又很不独立 你没有人喂你 你就会饿死 没有人跟你交费 你根本没有经济能力 很依赖的时候 去了一个独立期 我们在独立期的时候 然后就会闯 钱 男人可能想女人 女人想男人 成功 婚姻 事业 生孩子 所有的这些东西 然后去到底 我们有个叫死亡区 当时上课 我们经常问自己 其实我们哪个位置 去了死亡区 死亡区就是怎么样 没有交流 没有沟通 很苦工 很努力 但没有结果 于是我们就 当然死亡区不是终极的答案 我们又兜过死亡区 然后又回到最终极的愿景 合一 大师的时期 当然我们必经的 就是死亡区的痛苦 我们要看看有什么 真的服务你的生命 什么效果 什么不效 究竟发生什么事 趁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有些故障状况 我们看着笔记 我可以分享我对POV的认知 我们看看意识世界的图 麻烦 意识世界 我们有一个山 这些都是范慧东的笔记分享 之前我们上课 其实也上过很多次 但每次上课 有些同学 有些人会很心急 我经常说 疗愈真的不是一天的事 今天你仿佛处理了一些事情 例如是一些旧患 你会以为这个旧患也没有 我已经清了很多次了 SRT也清了很多次 零摆也清了很多次 看牌也看过无数次 眼泪都哭了几统 但很有趣的是 譬如今天有个塔罗的咨询 我也看到当事人 有试过四个手术 我问你现在问的心肺功能怎么弱 是因为你曾经有四个身体的伤痛 而导致你这个状况回来 我叫她回想一下 因为她开始说 是什么 有什么 我刚才说的是三角形的图 由我们依赖期 依赖期表面上是 最初十多岁 那时我们要做一些所谓 家人要我们做的行为 因为我们依赖 我们要乖乖 一路做人 但很有趣的是 如果我们在哪个位置 还没有疗愈到 我们在关系上便会回去 很简单说 例如两夫妻 或者一对情侣 或者公司的夥伴都可以 举例 有一个可能在关系上非常依赖 我都没有经济能力 所有的依赖 都被捱了下去 好像没有了你不行 另一方 通常一个这么依赖 能量是100 当你这么依赖 对方便会非常独立 那是什么意思 他会完全在独立期 他在OT 他不理你 如果是伴侣 你自己搞定 很烦 我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 如果你两个的关系 一个在超级依赖期 那你就会很衰索 所有东西都是你要招呼我 你要照顾我 但另一方 通常会在独立期 很有趣 永远是一个队 那在独立期的人 我们就会很浪禮 很有权力 可能他也一定有经济能力 但他就会在那个位置 很操控 所有东西我作主 最极致的 就是有些关系 有一个是暴君 无论男还是女 当他到了暴君的位置 就是完全操控这段关系 可能很依赖期的人 去到爆炸 就会窒息 然后就反抬离开 或者是最后 就是狗潜在这段关系里 很久 然后大家都无法服务对方 我们很多时候 就会看回 其实如果你在这段关系 无论你是依赖期 还是独立期 也好 就看回你的伤痛在哪个位置 導致你无法离开那个位置 当你无法离开 或者伤痛在那里 譬如说你的伤痛在以赖期 你就会大过的时候 你会呈现同样的关系 会呈现那个状态 就会不停重复 重复 直到你愿意面对 去清理为止 而圈圈里面 一直呈现的东西 就是可以放在我们任何的关系里 而这个系统里面有几句说话 是我铭记于心 是很帮到我自己的 其中一句 就是导师上课的时候 经常都说 就是关于 所有人世间的问题 都是来自一些误解误会的 而如果你要人生成功 你要把关系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不能把自己放到最大 如果你放到最大 你没有一段关系会成功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 比自己的个人需要更重要 个人的荣誉 所以他里面很多的智慧和教导 一直滋养了我 我想大大话话来回 我在这个课程和心理学的模型系统里面 应该是游走了大概十年 应该都有 我想这个三角形 我都重复不停重复 每次在课程中 你又在这个位置 这个课程或者整个系统里面 包含了我们对自己了解认知的部分 包含了疗愈的部分 而我最喜欢的 一定是眼望眼的维持续练习 而里面包含了歌曲 用一些音乐 我们不说话 我们保持沉默 静下来 然后一起去沟通 用眼睛去沟通 去一层一层的情绪燃烧 好 我们终于千回百转 找到我们台湾的老大 老大你去了哪 等了你很久 喂 你这个人没有声音了 哈哈哈哈 好 又有些故障问题 可以吗 跟香港的观众 说个嗨 麻烦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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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声就姓有声 哈哈 好 听到 听到 你对那个咪 麻烦 现在听到 清楚 清楚 好 我刚刚讲解了 我自己在PoV的一些心理努力情 说了我在十年来来回回上你的课 也介绍了你和你的伴侣 Peter Lo 两位引入这个系统的 也是导师 PoV对我在 身心灵的基石打基础是很重要的 你今天也分享一下 譬如你在这条路上走到今天 因为我看到你有开课 今天没有办法开实体课 我看到你开Zoom的课程 仍然对这个课程很有热情 我没有说错 是否现在翻译叫做愿景心理学 我没有搞错 愿景心理学 是的 好 那老大你说一下 对观众 什么叫愿景心理学 基本上 她的主持人 就是 Dr. Chuck Spassano 和她的太太 Lancy Spassano 他们两个开创这个课程 Dr. Chuck 她是一个心理学博士 早期的时候 她参与很多 那时候越战 打完之后 有一班美军 回到美国 脱皮脱骨 是的 脱皮脱骨 战后创伤 那些创伤症候分 是 她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疗愈 是 后来她就发现 那些 C voud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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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